虎毛价格尽腰斩 茅台生肖酒市场迅速降温 茅台生肖酒市场近日迅速降温 上市不到一个月的虎毛市场价即尽腰斩 业内人士认为 元宵节过后或再次迎来一波降价 2022年年初发布时 虎年生肖酒曾一瓶难求 价格飙涨2022年1月5日 贵州茅台发布5款虎年生肖酒新品 其中关注度最高的是53度虎年生肖茅台酒 官方指导价为2499元每瓶 发布会后 其市场价迅速飙涨至每瓶6000元甚至更高 且需要预售 多位经销商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虎毛上市后并未立即放货 即便大型经销商手中也没有现货 最快也要春节前才能到货 当时太火了 每天都有好几波询问 订货的人 每年茅台新品上市 都是这个节奏 经销商老蔡说 在电商平台上 有的商家挂出的价格每瓶超过7000元 涨至市场只倒价的近三倍 尽管如此 月销量仍有近百单 卖家表示 限量发售 预购从速 如今虎毛市场快速降温 根据最新市场行情 虎年生肖茅台原相酒为4600元每瓶 虽高于官方指导价 但相比最高时每瓶近8000元的价格挤进腰斩 且处处是现货 经销商王明告诉记者 店里有虎毛现货 每瓶4800元左右 并赠送一瓶茅台其他品类酒 另一位经销商徐利表示 虎毛现货价格每瓶4750元左右 购买量多价格还可谈 自2014年首次推出马年生肖酒以来 毛海每年推出的生肖酒都会成为市场热捧的对象 根据最新数据 截至2月11日 毛海的牛年 鼠年 猪年 狗年 鸡年 猴年 羊年 马年生肖酒市场价分别为每瓶3950元 4250元 4230元 4100元 4150元 6250元 32000元 19800元 每年新品发售后 上年生肖酒就会停产 成为限量款 王明告诉记者 生肖酒的市场价除了年份外 最重要的还是由供应量决定 羊年生肖酒最具收藏价值 其次是马年生肖酒 不过 业内人士提醒 炒作毛台酒并非稳赚不赔 比如 牛年生肖酒一度炒到七八千元一瓶 现在市场价每瓶不到四千元 很多顿获得黄牛亏了不少 某资深白酒从业人士告诉记者 食品饮料行业分析师朱丹鹏 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生肖酒的投资风险较高 根据以往的行情 一倍左右的溢价相对合理 以虎年生肖毛台酒为例 价格高于五千元每瓶 投资价值不大 今年春节期间 白酒消费欲冷 忘记不忘 整体市场表现平淡 对此 白酒行业分析师 知序咨询总经理蔡学飞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今年春节消费市场氛围确实一般 酒类消费向明酒资源聚集 而明酒又以团购消费为主 蔡学飞告诉记者 此前由于没有大规模流通 且恰逢春节忘记推高市场预期 同时大量投机资本进入 助推毛台虎年生肖酒价格积高 随着消费平稳回归以及产品大规模上市 价格回落属于正常现象 蔡学飞建议 夏季白酒消费较弱 市场大量出货 通常是白酒价格低点 如有顿货需求 可以选择在淡季出手 白酒最终还是消费品 普通消费者少量囤积 可以满足自身需求 但投资风险较大 投资只适合有较强变现渠道与实力的中间商 且要考虑企业政策与产品价格走向 蔡学飞表示 对于虎毛未来价格 多位经销商对记者表示 元宵节之后还有进一步回落空间 蔡学飞则认为 元宵节之后虎毛价格会起稳 毕竟生肖酒整体市场需求很大 根据贵州茅台微信公众号此前消息 茅台集团指出 春节期间茅台酒销售是投向好 价格持续平稳 市场呈现旺销态势 茅台降降降系列酒销售实现大幅增长 集团旗下的葡萄酒 蓝维酒 保健酒等产品成功抢占双节节点 实现2022年销售开门红